而且它是有點 糊狀的 沒什麼保足感的感覺 小心被急 哈囉大家好我是Pasen 嗨我是Lulu 那今天呢我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Selina的 韌性一下開箱 我的聲音很紅亮 你氣勢很好 想說大聲幹嘛啊 聲很飽 那這次呢我們就要來開箱Selena 就是標華S的Selena 所出的韌性一下這個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呢就有點類似 藝人嘛現在不是推出自己的食品品牌 然後Selena就是推出這一種 就是粥品 即時沖泡的粥品 然後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這個主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留言下面有網友想要我們 許願敲碗 所以我們就趕快來拍這種主題 那這一次呢 Selena總共出了兩個口味 兩個口味 一個是鮮嫩如麻的麻油加尼口味 一個是芋人不俗的芋頭香菇口味 然後我們是在它的MOMO通路買的 然後四盒買下來是516元 516元 然後它一盒裡面有三入 所以這樣平均來說的話 12包516除以12是 40幾塊 40幾塊的粥品的價格 到底有沒有符合它的內容物呢 我們待會就開槍開下去 OK 那我們就開始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介紹這個麻油薑泥軸 然後它的熱量一份是136大卡 算是蠻低的啊 以粥來說 然後它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簡單 就是加入240cc的熱蓋水 沖泡2-3分鐘 然後攪一攪 就可以使用了 它上面有一個任性魚露 它任性魚露寫 麻煩的是別來找我 麻煩的是我想... 我想找你 喔 你在敷哏喔 喔 好的喔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那種料理包 結果它不是 它是那種乾燥 喔 打開來這樣 這樣 然後上面就寫了很多 辛亂乳 嘛 以名字來說它是蠻有噱頭的 然後就打開來給它倒下去 做的蠻有質感的 聞一下 聞一下 我要聞你 就是...就是我還有味道 嗯 然後它的顏色是... 偏綠色 先倒出來再給鏡頭看好了 那它的顏色的話是這樣 好 它的顏色的話就是比較偏綠色 好 那我們再來開這個 芋頭香菇粥的部分 然後它的任性魚露是 遇見你是你的... 遇見我是你的小幸運 離開你是我的大幸運 不太適合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群你買這個 好 那我們就拿出來 它一樣是 跟另外一款包裝差不多 嗯 再打開 不聞起來不太妙 然後它這個顏色就是比較白色 沒有什麼特別的顏色 給鏡頭看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直接沖入熱水 嗯 那我們就大概先蓋到一半好了 好 滾燙的熱水 很怕你逼到我 好先這樣先這樣先這樣太多了 先這樣 好 好 然後就等大概兩到三分鐘 然後我先攪拌一下 好 好 那現在差不多過了三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的粥也沖泡的差不多了 它現在變得有點開始 呈現那種稠稠的感覺 嗯 然後剛才呢看了一下成分 就它的成分是以草米跟燕麥為主 所以就是比較輕實的好選擇 健康健康 對健康 健康取向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試試看看 它的味道到底是怎麼樣的吧 嗯 那就先從這邊 麻油漿泥中 開始 然後它的顏色是 綠色的 非常綠色 我們再把塗補上去 吃吃看 聞起來的話就是 我不知道會講 可是我覺得覺得很像 泡麵的味道 我剛才也這樣覺得 好那我們就直接吃吃看 好 它的味道呢就是非常的清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淡 因為它有一些乾燥蔬菜的部分 然後我覺得就是好像 可能要泡更久 它的那個蔬菜才會再軟一點 然後味道來說的話 聞起來是這種麻油味道 可是吃起來好像還好 然後薑米的味道不是很明顯 你看它這種眉頭 很淡啊 很淡啊 嗯 而且它是有點 糊狀的 沒什麼飽足感 有很多 你泡麵難吃 小麵太急 我覺得 目前回購的意願是 不高啦 零 甚至是低 還是低 因為它吃起來 米飯的那種顆粒 它是草米 然後草米粒的感覺也沒有 然後 咬起來就是很沒有感覺 就感覺 你後面的牙齒一咖一大堆菜炸的感覺 你把它批批得一無四處 不過以調味來說的話 就是聞起來很香 只有香 那真的還好 好 那我們就 先試吃另外一碗看看 看會不會好一點 那這一碗是 芋泥香菇粥 本身我的芋頭 芋頭 芋頭香菇粥 芋頭香菇粥 我本來的芋頭是蠻喜歡的啦 可是我覺得 我的香菇粥非常討厭 好那我們要試試一下 哇 外面有正在開花題 它是很小塊 切成很小塊 釘狀的那一種芋頭 然後吃起來呢 就是感覺不會很明顯 芋頭那種感覺不會很明顯 因為畢竟它是有處理過的嘛 一塊一塊的是芋頭 可是 就是很像 一團暖暖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沒有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外面那個 很像泡麵的湯底 這兩款聞起來都很像泡麵味耶 對啊 它其實像束靠 但它不要已經 誤打誤髒變粥了 以我這個 對芋頭還好的人 甚至有點討厭來說的話 再吃一口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有點像是 吸水過多的東西 可是它不是像粥的感覺 因為感覺它的粥的那個水 跟它的粥的那個飯 是分開的 不覺得嗎 是 香菇的話 香味有啊 又比較出來的 可是它香菇是香菇 墨耶 對啊 真的是墨 就是切的很小 這個已經不是小的 就根本吃不到 就是我們覺得 對於這兩個品項 覺得好像還好 就是 不是那麼符合我們個人胃口 不過大家如果想要試試看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去買來 Try一下 可是不太便宜耶 我覺得 對 因為它這樣換算 一包下來也要四十幾塊 對 就是以這種粥來說的話 而且它其實分量不多 因為它是主打 比較輕卡 然後味道這樣 跟裡面的內容物跟價錢 我覺得是沒有成正比啦 沒錯 對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你比較喜歡哪個口味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要挑的話 就是它是玉米口味啦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 芋頭 喔 芋頭口味 我是講錯 我個人也是覺得這個芋頭口味 這個口味就我自己 沒有那麼喜歡啦 沒錯沒錯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 任性一下粥品開箱啦 然後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他們的官網 或是MOMO上面訂購 不過因為那時候我們訂購的時候 官網是缺貨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MOMO訂 沒錯 對 好 大家就可以參考他們其他的同路 看有沒有賣 這樣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一把吃完吧 一把吃完 大家趕快去看 我們海鮮粥的豬法 更好吃 一把一隻 推銷那隻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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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次延續